野菜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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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今天那么幸运 第一网就是稀有物种 什么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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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小看这只小秋哦 它在马来西亚可是非常稀有的 身穿灰色衣服的这位 就是带我们来这里野菜的李梦大哥 看到他们抓得那么开心 我也想加入战斗 不知道是不是被我的脚毛吸引了 一下水就抓到一只黑剪刀尾 李梦大哥说他抓到一只大货 What the fuck 这支印度火箭好大 真的很大 印度火箭和大多数都一样 都是弥赛类 而且它是一种口服类哦 在河流的一旁我们看到了这个植物 它小时候是长这样的 就有些兔子的形状 然后长大过后就会变成这样啦 是不是很神奇呢 被李梦大哥发现的沉默 我决定把它带回家做造景好了 别眨眼睛看看这一网到底有多少的鱼 哇 好多鱼 虽然鱼很多 可是这些都不是我们今天的目标鱼 看 没花瓣的 baby 没有我猜的 看 这么多 关掉 拜拜 这是炯捞到的一群小鱼 不知道是什么雷龙科的小鱼呢 我们决定带几条回去 养大看看它是什么样的鱼 这两个野财勇者啊 他们真的是勇啊 这他妈都敢进 你那么说 我很有哦 开玩笑 我超勇的好不好 让我看看 你抓了什么鱼 胡叶虎 马猫 印度火箭 你看你看 抓什么 珍珍珠马甲 也抓到了这个 不知道是什么登科鱼 这里的鱼都好像吃不饱一样 好瘦啊 鱼片也捞到了一只斑马稻钩鱼 它的斑纹呢 是很像的 非常非常的好看 但是释养这个鱼呢 就需要比较大的鱼缸了 因为它比较好动 真的很好看 从来的 这只长得像苦力尼秋的小秋秋 体表光滑 带有粉色的样子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它是苦力尼秋呢 但其实呢 这是另一个品种 叫做野藩秋 像这种观赏鱼呢 平时养在港里面 是不会发现它的 因为它是晚上才会出现的 这种鱼会解决掉 港里的蛋白虫的问题哦 也算是一个非常非常稀有的鱼 这次的野彩呢 也看到了遍地的水草 你看啊 这个纸叠都开花了 非常的好看 上半部的影片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半部带你去看 超稀有斗鱼的原生栖息地 为了不错过下一集的野彩 喜欢我们的朋友 记得关注我们哦 野彩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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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再见